好 这些消息带来看到了 在全球新光疫情 这个延烧之际又爆发了 喉斗疫情 一个讯息提供给您 来 看到美国CDC推断了 喉斗疫情之所以会传这么快 恐怕是因为他们会加护感染 而且已经有证据显示了 包括了英国卫生单位 他们追踪了一名喉斗患者 在他家里头 21个地方都验出了 喉斗病毒阳性反应 所以他呼吁民众 尽量减少跟患者可能接触 除了之前我们想象中 或是认知中 觉得可能亲密接触才会有 现在不是 他用过的东西你不要去碰 最好什么毛巾 杯子 通通都不要 而且美国CDC说 最好摸过的都不要去摸 这是美国CDC的建议提供给您 另外柯P被骂了 这回被骂的原因是 他们说台北市很抠门 主要原因是因为台北市府 把这个染疫死亡的 丧帐补助十万块钱取消了 首善之都台北市发布出来 十万块钱的补助费用 台北市社会局回复 他说这些慰问金主要是来自于民间捐款 七千万已经花光光了 而且他们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染疫死亡 好讲出这段话也被大家骂翻了 那柯文哲他说 他说如果要再发的话那就再募款 但是现在通货膨胀 膨胀企业募款也比较困难 大家没有钱 好那柯文哲就说如果再看看 有募到的话那就再发 他说他会再努力 好但是现在柯P已经被骂翻了 好另外呢来看到是这个疫情 看起来趋缓但是不要轻呼 死亡个案年纪很小 今天公布的一名一岁四个月大的女童 她确诊之后在家自己隔离治疗 持续高烧烧到了42度 而且有抽出了一些情况 送医插管诊断是脑干发炎了 虽然使用了抗病毒的药物 还有抗生素治疗最终还是死亡了 所以特别提醒家长不要轻呼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